昨天有說可以跟宋主席這邊來談談 那就是說那現在是不是可以跟親民黨這邊來合作在立委佈局的方面 這個要特別澄清一下 因為昨天主要是因為媒體報導說 我們好像在初選結束之後有去聯繫宋先生 那我們是要澄清說其實好朋友見面不需要太刻意 那本來就是老朋友了 那大家要見面聊聊天 尤其在郭先生現在已經退黨之後沒什麼不可以 但是如果被寫成說我們是主動要跟宋先生見面這麼刻意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就要特別澄清了 這個郭台銘先生也強調說在1月11號之前 他沒有任何的需求任何的想法任何的目的跟宋主席先生來見面 所以現在雙方有可能會合作嗎 其實我們也強調說理念一致啦 志同道合的大家可以一起合作 所以這就牽扯到立委的佈局 那立委佈局我們現在也是一一正在做檢視 那今天最快的進度就是會跟民眾黨幾位候選人來一起合照 來希望能夠掛看板 那這部分的進度我們希望在最短時間能夠掌握到 畢竟剩下將近100天的時間了 時間上都很緊迫 那我們希望能夠更有效率的進行 所以任何這個理念一致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們都會願意的 那現在跟民眾黨的立委候選人來合照有確定是幾位了嗎 原本他們第一波名單裡面我們會進行篩選 那我們特別提到說這個我們會比較嚴格的審視 就包括說郭先生他的理念比較相符合的 然後傾向比較一致的 那這部分名單篩選之後我們在今天晚上會進行拍照 沒有確定幾位 還沒還沒 郭君長不好意思想請問一個問題 就是國民黨昨天晚上突然爆出了一個主發會主委被換掉的事情 那現在黨內有傳言是說因為當時李哲華在郭董退黨的時候有說一些很重的話 那他被撤換的原因就是因為吳敦義想要做一個釋出善意給郭董 是不是吳主席的善意這部分我們並不清楚 但是從這個退黨的過程當中我們可以感受到 這個吳主席對我們的位流是出自於善意的 那李哲華先生的部分因為是牽扯到國民黨的家務室 那原本上其實在初選的過程當中 這也是我們一直以來都會講的 就是初選失真初選不公平 那當時整個策劃的一個過程 相信李哲華或者是曾永泉都相當的清楚 那國民黨內是不是因為在初選過程的失真 然後造成這麼大的風波 現在在做一個後續的處理 或者是還郭先生一個公道 這個我們不得而知 但事實上這是國民黨的家務室 我們就不多做評論了 那現在退黨之後未來還有機會跟吳敦義見面嗎 因為吳敦義之前說他想要跟郭董 作業了既然這個郭先生跟吳敦義主席兩個人都有見面的意願的話 那我們現在就是幕僚來進行安排 那由於這兩個禮拜真的是比較忙碌一些 是不是兩個禮拜過後我們再看看什麼樣的時間點會比較合適 那說法我打算要談什麼 有包含立委合作的部分嗎 其實之前吳主席有特別提到說希望我們能夠關心欄尾啊 那其實我們一再強調只要符合我們那三大項理念的 那其實我們都不排斥去站台 那也不排斥去關心或支持 那這部分真的是必須要好好的謹慎研究一下 那原則上就是說跟吳主席這方面 我們現在溝通管道是非常通暢的 那也希望說如果說這兩個大人都有機會要見見面 那我們幕僚作業也會在家把勤